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坐標平面上有四條直線 L1,L2,L3,L4 中間這一條是參考的 就是y等於x 其中呢 L1跟L2平行 L2跟L3是垂直的 他說,假設L1,L2,L3,L4 他的方程式分別是這個 L1,L2,L3,L4 他要你 試問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最主要是比較那個斜率 首先我們看 L3他的斜率大於1 就是M3 他是大於1 大於多少呢?大於4 M4 這是大於0 再來就大於那個 L1 L1 M1 M1跟這個 L1跟L2平行 所以這是 M1等於M2 這樣子 好,那現在他問那個 A學項 他說這個M4 大於M3 大於M2,對不對 M4 M3大於M4 M3大於M4 所以這是錯的 再我們看看 B選項 B選項 M1 乘以這個M2 等於 1 M1 因爲什麼呢? L2垂直於L3 所以M2 乘以M3 這個是等於 貨1 M1 然後呢 M1又等於M2 M1的話等於M2 所以這個M1乘以M3 也會等於貨1 好 所以M1乘以 這個我寫錯了 M1乘以M3 等於貨1 這個對的 M1乘以M3是貨1 這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C選項 C選項 M2 M2 它是小於貨1 M2的話 我們就看那個L3 L3的話 M3 它是大於多少? 大於1 然後呢 M3的話 這個M2的話 M2的話 它是等於 M3 分子多少? 分子貨1 所以這個是 比 比1大 比1大 M3 分子貨1 這比1大 所以這個 它是小於1 小於1 大於0 那我現在加個戶號以後的話 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 M3 分子貨1 它是小於0 大於貨1 這是M2 所以是M2 M2大於貨1 M2小於貨1 M2小於貨1的話 這是錯的 所以C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這個D選項 D選項 它是說 M1 乘以這個M4 大於貨1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是M1 這個M1等於M2 就M2 M1它是大於貨1 小於0 小於0 然後這M4的話 等於多少 M4它是小於1 M4的話 它是小於1 然後呢 這個M1的話 大於貨1的話 而且又貨的 所以它是貨的0點多 那M4的話 大於0 小於1 這個是0點多 那0點多乘以0點 貨的0點多乘以0點多的話 就是貨的0點多 所以這個M1 它是大於貨1 就是這兩個相成 這兩個相成是貨的0點多 小於0 所以大於貨1這個是對的 E選項是對的 讓我們看呢 E選項 E選項的話 M1 乘以c加上c小於0 我們把這M1 把c抽出來 加上1 乘以c 那M1加1的話 我們曉得這個M1 這個也是等於M1 M1是大於貨1 所以這個是貨的0點多 貨的0點多加1的話 這是大於0 這個是大於0 大於0的話 c的話 是小於0 一個大於0 一個小於0 乘起來的話 就是小於0 所以E選項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 A 不對 VDE 應該要選VDE VDE